中文字幕 李宗盛 同学们好 我是孟九 有很多同学啊 在家里面待了那么多天 还不能游泳 啊 虽然我们这里哎 泳池你看大家看 泳池看上去哇 不得了 但是还是不能游啊 已经翻灰了一段时间了 下面都有 啊 叶子 回头我们要捞的 现在还不能游啊 是歪的吧 有点偏矮了把你拍的 我拍的很矮吗 很多同学就担心哇 没有游泳 哈 总是在家里面 那我下一次 时隔那么长时间去泳池游泳 会不会游不动 我应该做一些哪方面的力量训练 才能保持我的心肺跟体能呢 哈同学们 首先力量训练 你们自己随便好不好 我在这里呢就推荐一个 体能和心肺的训练 它就是波比跳 波比跳这个东西啊 很神奇 它的难度可以很低 也可以非常高 然后它练的不仅仅是腿部啊 核心啊 还有手臂的肌肉 它还非常练心肺跟体能 这个东西 很多同学一想到波比跳就觉得 哇 它又要做服务车 又要跳起来 好困难哦 诶 但其实不是这样 我给大家示范一下 简单的波比跳好不好 嘿嘿 不用活成 也不用蹲下去跳太高 找一个哇 你们家的餐桌或者是床 或者沙发 一个稍微固定的地方 就这么做就行了 我就不信 有人体能落到弱 弱到这个东西 做不掉 哇 这个是最简单的 跳一下 再往前跳一下 再站起来 最简单的 那其次呢 加高一点难度 可以跳起来 然后 有一定佛撑基础的同学 就可以加上佛撑 然后难度再加增加 在地上 只撑其他啥都不用做 站起来 OK 那再增加一点呢 跳起来 有些同学可能会觉得 在家里面跳不太方便 为什么呢 踩到楼下了 那实际上波比跳这个东西 它本来就讲究 落地无声 知道不 无声知道吧 有没有声音 看 实际上本没有轻功 好 然后 一个 哎 难度再增加 就是一个完整的 波比跳了 活成 跳起来 继续 这么一个流程 从难度最低的 到完整的 关于这个波比跳 要做多少个 我有个建议 就是同学们一开始 千万不要做太多了 好不好 为什么呢 波比跳这个东西 它跟普通的那些不一样 它的后劲很足 你做做做 做到七八个的时候 你感觉 哎 稍微有一点闯 我建议同学们 哈 就开始停下来 不要觉得 哎 好像还行哦 我做够十个吧 这样子 那等一下做完十个 你停下来 你会发现 哈 那个后劲 那个皮泪感涌上来的时候 眼睛发黑 脑袋发涌 所以一开始做 先优质点 比如说五个一组 这样子 然后我 日常哈 你们都知道 我对自己狠狠的 十个一组 做十组 我这是我们的小眼神 真是够狠啊 当然有时候受不了的话 五到十组也是可以的 我这就是我向大家推荐的 好不好 在陆地上 也不需要什么很大一块地方 也不需要什么器材 能够非常好的练到肌肉 心肺和体能 下水保证你的体能不会太弱 推荐大家每天都练一下 然后再做完一组波笔跳 在休息的过程中 我推荐大家 哈 做一些开合跳啊 或者是有跳绳的跳一跳 或者是这样做做下蹲 哎 都是可以的 最怕的就是什么 做完一组 然后就在那里 哇 好累啊 哇 好累啊好累啊 然后就一直这么累 这么跳一跳 实际上 比这么走的走去的煎熬 要舒服很多 经验之堂 仅供参考 大不大 好 那今天 就做十个标准 落地无声多波笔跳 给大家作为收尾好不好 哇 好 抠死 无声 没有声音 哈哈哈哈哈哈 哇 真是很安静的 楼下的输出肯定不会防我 哼 哼 OK 哇 清清索索 啊 哼